湾区首届创意药膳美食大赛2022颁奖典礼晚宴 主办美国中药联商会 星岛日报 新电视 协办美国中药研究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美国分校 黄金赞助 granny expo 建发食材 旧金山华部商户联会 革新技术地道访圣之宝 银级赞助 太极恶交 全美总代理会员行 同级赞助 国匠天鼎投抽至美斋 北美总代理富泉食品公司 美国德城集团 特别赞助 全球花旗身第一品牌 许氏深夜集团 赞助商99ranch 大华超级市场 半岛餐饮集团 半岛豪院 半岛明珠 湾区首届创意药善美食大赛 在2022颁奖典礼蔓延 主办美国中药联商会 星岛日报 星电视 协办美国中药研究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美国分校 黄金赞助 granny expo 兼发石材 旧金山华部商户联会 革新技术 地道方 神之宝 银级赞助 太极阿交 全美总代理 维元行 同级赞助 国将天顶头抽 自美斋 北美总代理 富传食品公司 美国德城集团 特别赞助 全球花旗心第一品牌 许氏深夜集团 赞助商99ranch 大华超级市场 半岛饮食集团 半岛豪院 半岛明珠 湾区首届创意药膳 美食大赛 2022颁奖典礼晚宴 现在开始 有请思宜 星岛中文电台主持 关运于高可慧 湾区首届创意药线 美食大赛 2022颁奖典礼晚宴 现在正式开始 现在有请思宜 星岛中文电台主持 关运于高可慧 大家好 欢迎来到2022 首届湾区创意药线 美食大赛颁奖典礼 我是今晚的大会 思宜高可慧 我是喵喵喵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晚的大会思宜 关运员 Wenda 在这里 首先我们有请 星岛日报 美西版社长 梁建峰先生 为我们支持 有请 有请梁总 大家晚上好 恭喜环山校 谢谢大家的光临 多谢大家的光临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个药线的烹饪大赛 首先要多谢的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中药联商会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创意 发起这个比赛 我们今晚都不会有这样的颁奖 这个颁奖里里面 特别要多谢的就是大家的光临 我经常都说我们所有活动都是互动的 没有你们的参与也没有我们今晚的成宴 好多谢大家 希望大家特别留意今晚大家吃的菜鱼 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游戏在里面的 如果你细心品尝的话 分分钟你可以带回一千元走的 另外就是这个比赛里面 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头 我特别开心的就是我们有一队参赛者 他是相当年轻 就是一队中学儿生 就是中学和高学的上升参加 但是从海选到初赛到总学赛 到最后的六场打到最后 相当年轻的一队青年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传承中国文化的希望 特别开心的见到这个 好了不阻止大家 多谢大家光临 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今晚的菜鱼 和享受今晚的节目 多谢大家 多谢梁建峰先生 多谢梁总 继续有请美国中药联商会会长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美国分校校长 刘元凯先生为我们支持 有请刘会长 各位各位专精的嘉宾 专精的来宾 各位评判 各位参差的选手 各位医师 各位会员 各位朋友 大家网上好 重新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到来 与我们一起见证湾区首届 倡议药山美食大菜的冠军 亚军和季军 今天晚上的比赛是一个我们中药阶里面 第一次举办的一个项目 也是我们作为向93届国一节里面献礼的一个特别的节目 在这里我感谢所有参差的选手 所有我们的评判 所有我们的站座单位 当然我更要感谢的我们主办单位的合作方 新岛日报 新岛日报的话 这次是我们跟新岛日报第一次举办这波大型的一个活动 非常感谢他们在这几个月来 其实我们从一月份就开启筹办这个比赛 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 新岛日报与我们一起开了不小的会 做了不小的准备工作 特别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晚愿 大家都付出很多 在这里我仅代表美国中药联商会 代表美国中药研究院 也代表我们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美国分校 向新岛日报再次资予月亮的感谢 也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 我们希望第一届成功地跨 我们第二届我们期待着第二届第三届的季度到来 我们不单只会在北加州里面举办这样的一个大菜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比赛抗争到全加州 抗争到准备过 谢谢大家 谢谢劉华掌 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市场控制 Belle Diyue 来到这个场上 给我们几句话 各位朋友 大家好 Good evening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our first annual herbal culinary competition it's wonderful to see all of you in person and I just want to congratulate the Chinese Herb Trad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d Tsingtao newspaper for sponsoring this event and their commitment to being sure that we are promoting a healthy and balanced life during these very very trying times it's wonderful to see all of you and I know we're going to see some talent and culinary talents tonight so just wanted to express my best wishes to all of the chefs and to all of you here who are gathered here to promote this wonderful event and I want to just also wish you the best of health and be sure that you and your families are staying safe and healthy during this time so just wishing you and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two resolutions and certificates to the Chinese Trad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s well as Tsingtao newspaper for sponsoring this event tonight for all of us to be together 接下来我们有请加州大学硅谷校长 93届国一节执行秘书长杨磊先生 为我们致辞 有请 大家好 我我是杨磊 我今天是代表我们第93届国一节来祝贺我们首届创意美食大赛 因为创意美食大赛是我们今年国一节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 这次活动非常成功 成功就是因为把中医药带入到了每个人的家庭生活里边 这是对中医药的升华 也祝贺今天获奖的各位 各位参赛者 也欢迎各位办中医药 让你们的家庭更加健康和幸福 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即将来临到下个月 就是今年6月26号的在南湾开展的国一节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的嘉宾为我们支持 接下来我们每一台都见到有一张表格就是珍修鲜味 喵喵喵 珍修鲜味又是怎么玩的呢 珍修白味 我听过珍修鲜味应该很厉害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晚第一个的游戏 我见很多的嘉宾很醒目了 已经拿起个表格 在表格上大家见到有很多不同的中药在这里 一会你们就会吃 由头盘开始有很多不同的菜式的哦 还要吃完我们最后的这个花旗心陈皮蛋糕 再勾选出今晚大家这个菜式里面有什么的中药药菜 但是有小小的规则哦 总之就是说你们今晚放得到口 由第一道菜一直吃到的甜品 你们见到有些什么的珍修鲜味呢 就记得圈低了哦 如果最接近的呢就会胜出的了 但是你们就别想着大包围全部圈了就行 我们有写下的 最多是三十二度的约线 是啦 那你们吃到什么你就圈低 记得不要直接交给我们 圈到最后吃了甜品 Wanda说吃了蛋糕 你们才好交个表格哦 最多是三十二项的 如果超过三十二种 勾选超过三十二种 就会取消比赛的资格的 而这个游戏是以每台为单位 哇 我见大家已经很认真地看着表格了 慢慢看 这个时候我一件很重要的事宣布 大家静静静听我宣布 我现在要宣布 起菜 是不是很重要啊 有些厨房起菜 是啦 接下来呢 除了吃东西之外呢 我们又有游戏玩的 咦 有什么游戏啊 介绍一下哦 那我们第一个游戏 第一个游戏呢 大家每一位餐碟下面呢 可能会有一张sticker 有一张帖子 如果你的餐碟下面有帖子呢 就可以赢得我们今天的第一份奖品 哦 即是说呢 大家吃饭之前 我们有一个table pie 每一围有一个人会中奖 那边已经中奖了 展开你们的碟 看看碟底有没有帖子 举高包看看 恭喜恭喜各位 恭喜 恭喜 是啦 你们将会得到 由地道方送出的精美碗碟 这个咖啡杯碟 和咖啡杯 没错啦 恭喜各位得奖者 一个游戏不够哦 玩多个游戏热一下新鲜 好啊 第二个游戏呢 就是我们看到 每一台有我们很精美的星岛台花 我们将会拿起 我们每一台的这个number stick 我们会响起音乐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 如果谁拿起这枝stick 我们桌面的桌花就是属于那位宾客 Wenda 这些好像我主持儿童节目的游戏 是 让我讲讲 小朋友听一听 现在我们这个奖品就是桌花 但是我们就不是拿起桌花去玩 是 比较危险 我们拿起桌号 例如你是7号的 拿起桌号 是啦 5号的拿起桌号 是啦 一会我们音乐响起 我们就会传了 传给你旁边的一个传一个 一个传一个 到音乐一停下 拿着桌号的就为之 声出 可以得到我们这个漂亮的桌花 正眉桌花 没错 我们这个舞台搞定了 醒目一下 举起你们的Number 那个桌号 没错 是啦 如果大家准备好 我们就差不多开些播音乐了 不如你们帮我一起数三声好不好 预备 3 2 1 Music 开始 开始 是不是用我来唱 不用我来唱 一直传了 传给过来 拿起我们的stick 传给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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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叫停的 下次会自己停的 恭喜得奖的笨客 恭喜 在桌上面的精微台花就是属于你们 恭喜两位的幸福吻宜 還想不想玩遊戲呀? 還想不想拿禮物呀? 我們今天有很多精彩的禮物要送給大家 既然要玩遊戲,今天我們的獎勸要賣 沒錯,今天我們就有很精美很豐富的抽獎活動 究竟怎樣參加這個抽獎活動呢? 剛才有些人已經很聰明了,就是買獎勸 我們的獎勸是兩元一張 如果大家買夠十張,我們再送一張 也就是買十張就有十一張 如果買夠六十元或以上的獎勸 我們就會送活水的保濕箱一支 買夠一百元或以上,我們就會送紀念紅酒一支 我們現場有很多工作人員和星島小姐 會走來走去兜售我們今天的獎勸 要買了才可以參加今天的抽獎 我告訴你們,我自己也買了 因為我們比較貪心 我看到獎品項目可以告訴你們 iPad、iPhone、iWatch、大電視、長白野山人心 還有現金獎 還有很多不同的贊助商 他們有很多滋寶的禮物包、包羅萬有 所以你們要買多些獎勸 買得多,抽到的機會就越多 是啦,拿緊時間快點來買獎勸 那好啦,在大家吃得開開心心的同時 我們的主辦單位也都想在這個時候 和大家敬酒 是,我們有請星島日報美西版社長梁建峰先生 星島日報美西版總經理Florence 和星島日報美西版副總經理Julia 繼續都是我們的主辦單位 中藥聯商會會長劉元凱 副會長鍾紹元劉元康 以及中藥研究院院長艷麗 和朱瑞玲為我們敬酒 有請 大家可以準備好你們的酒杯 請大家準備好你們的酒杯 請大家準備好你們的酒杯 和主辦方一起來敬酒 好,預備,3、2、1 乾杯 乾杯 灣區首屆創意若善美食大賽2022頒獎典禮 非常順利 謝謝各位來賓和我們的主辦方 希望大家今晚喝得盡興、吃得開心 不醉無歸 好,多謝各位 多謝 稍後我們的主辦方會為我們頒獎 沒錯,很期待 也是今晚的高潮 大家在吃東西 未到頒獎的環節之前 我們還有很多的表演 沒錯 首先有請我們美國北加廣外校友會藝術團 為我們獻出的旗袍舞 有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蓝蓝疼向途过窗 心事莫了然 寻思上走笔只此刻一般 有色绚烂 深夜地云未被私藏 和你炎然的异香 如汉堡台房 你的每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津彩的阴雨 而我在难里 深夜渺渺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冰地树根里 房间潮的飘影 就当我为你遇见一副笔 天津彩的阴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拼开了结局 如城市的金花 最自顾最美丽 眉眼的笑意 色白花青的金铃 月亮与弯底 领没送帖 落款式啊 却惦记着你啊 你隐藏在 耀朵里 千年的秘密 寂寂地 犹如手画 斩落地 另外把角热走语 门关热痛语 啊我路过那叫南小镇 真的等你 在泼墨山水华里 你从我四身处背影去 天津雪却都被添付 天津彩的阴雨 天津彩的阴雨 而我在等你 天津彩的阴雨 而我在等你 在平地树坎里 房间照的飘逸 就当我为你遇见一份努力 天晴色的烟雳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烙起 明开了结局 如传心的情话 在最苦最美丽 美丽的笑意 天晴色的烟雳 而我在等你 吹烟渺渺升起 隔墙千万里 在冰地书客里 放轻炸的飘移 就当我为你遇见一份努力 天晴色的烟雳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烙起 明开了结局 如传心的情话 自最苦最美丽 美丽的笑意 暮وق się ность 芝士 MT-3 湿 为我们表演 粤语金曲传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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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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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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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